众所周知为了进一步限制矿工挖矿的行为 NVIDIA的老黄最近可谓是用心良苦 从更换三菱系显卡核心载到全版封杀及算力 这一系列举措确实也让玩家拍手称快 然而隔壁的英特尔也并未闲着 尽管十代酷睿身怀牙膏倒戏的绝技 但其拥有十纳米工艺的十二代酷睿确实吸引着不少人 而根据最新的情况来看 英特尔最快将于今年九月份官宣十二代酷睿 并表示其拥有着无与伦比的性能提升 至于究竟是不是这样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在今年早些时候 关于十二代酷睿的部分消息就已经得到了曝光 基底来看根据推推用户Unix Hardware表示 英特尔的十二代酷睿最早将于今年九月正式公布 而其搭配的六百系列芯片组也将同时发布 至于其他方面则没有太多的消息 然而在十一代酷睿推出之后 由于其高耗低能的表现 让英特尔不得不提前曝光自己引以为豪的十二代酷睿 毕竟严密爱还是需要挽回的 而根据此前Videocast所透露的情况来看 十二代酷睿的核心架构为Ilder Lake 将会使用英特尔增强型的10nm Superfine工艺打造 集成第二代XE架构核显 最高规格可达16核心24线程 但为了进一步降低发热功耗 十二代酷睿将会集成业界广泛使用的大小核设计 其中高增客户大核将有八个高性能核心 最高频率为4.67Hz最多两个核心 而GraceMount小核也将有八个高效率核心 最高频率为3.4GHz一到四个核心 然而根据目前所曝光的工程样品来看 Ilder Lake的功耗其实并不算低 其中热设计功耗TDP达到了125W 可运行56秒 而短时间功耗PL2更是增加到了228W 可运行2.44毫秒 看得出来在功耗方面英特尔是越来越放飞自我了 与此同时由于更换了芯片组 所以其出版插槽将会有原本的LGA12升级为LGA17 并且相对尺寸也会进一步的增加 而GVideocats表示 LGA17插槽也许会沿用三代产品 也就之后推出的13代酷睿以及14代酷睿 将会继续使用LGA17插槽 从中也不能看出11代酷睿 即确是英特尔拿了过度的产品 短命鬼竟是我自己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保守玩家们期待的DDR5内存 以及PCIe 5.0技术 12代酷睿也将有望搭载 至于究竟会不会有 这就得看隔壁苏妈的竞品 拥有怎样的表现了 而在整体性能方面 据英特尔声称 得以优秀的大小盒设计 12代酷睿将会拥有无与伦比的性能提升 其中单核性能相比前代产品将会直接增强20% 而多线程性能将会翻倍 同时内存最高也将支持5400MHz频率的DDR5双通道 以及PCIe 5.0x20协议带宽 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12代酷睿觉得是英特尔这么多年以来 首次不再挤牙膏的产品 但在此之后 就可以10nm++++了 最后根据特对用户9550 Pro所泄露的路线图来看 目前关于Elder Lake的公布计划 已经得到正式确认 其中基于Elder Lake的质强处理器 将于2021年Q3G的问世 而12代酷睿也将会在今年9月内同步上市 在目前据Eagles Lab表示 由于晶圆材料的短缺 英特尔将会在Q2季度大幅调整其CPU的售价 其中旗舰级的11代i9处理器 将会拥有非常明显的涨幅 至于这会不会影响到12代酷睿的发布 这就得看具体的供应情况了 所以现在想要换硬件的朋友们 是立马出手购买11代酷睿 还是继续等待12代酷睿 欢迎在评论区或单不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些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